有了,然后,他去那个拍照片,然后那个有大概四五层楼高的调高,那下面就有一层 然后,今年吃了口味虾,今天还有人问我说口味虾和小龙虾有什么区别 然后,做一个虾子 然后,吃了什么好吃的 口味虾间做熟的小龙虾吗? 我在哪? 我是小龙虾 是吧,口味虾间做熟的小龙虾? 我小龙虾就是湖南人,他每次来都要缩粉 所以,到那个几年的城市里也特别愿意吃粉 然后,上次到湖南人就知道就是粉的地位 然后,刚才有一首歌呢,情歌叫做《这不是理想的歌》 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 《再见到儿时》的文伴,他也有张父辈的脸 在他的世界里,他为何沉默?没有人听他说 这其实讲的是每个人都有的可能一些经历 所以,你再听到小的时候的朋友 也找不到最初的那些感觉了 有一首歌,说我跟曹琪合唱的 讲的也是这一首 跟那个玩伴们失散失联 但是后来用书籍来沟通的声 叫做《余书》 哇 少年少年 你不也许久未见 一切可好日半 和安和安 今今年深深想念 一切都毫无挂念 一切都毫无挂念 我挑一杯尽一线 愿你始终有初心模样 不曾念 愿你不悲不亢不自贪 一生热爱不遗憾 愿你始终可遂而然 不不满 我想念 マスター 少年少年 和哈加油 不再相见 是我尽情我心残 何安何安 乃前不及所遍 只谎言所知 心不自恋 做交易被禁忆邪 愿你始终有初心模样 何安静余生 一生仍爱无遗憾 愿你成个罪于而安 我无怀 每日彩都被罗 dentro 我没办 每日彩都被罗 cel 我久以被敬避现 愿你始终有初心莫扬 不曾变 你能发给我好吗 好 谢谢